抗议有功的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最近受到广泛的指责 有七位女性站出来说她有性骚扰 而三十名女性站出来说 她们在工作当中受到科莫的欺凌 这真是好惨啊 这个曾经的州长或者说现在的州长啊 一下子变成这个所有人嘴中的这个坏人 所以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而最近呢有人也是在这个 她的州长官邸外面拍到一些照片 拍到她这个披着一件这个毯子和女儿 在州长官邸周围散步 说着这个电话 于是很多人在网上揶揄这位州长 说她披着的这个毯子的样子呢 像是刚刚在养老院里面把她的老奶奶给杀了 然后很沮丧地跑出来的感觉 确实她在任上呢 因为养老院死亡人数的这个欺瞒事情啊 也被大家诟病 但是这位州长现在还是蛮强硬的 我坚持不辞职 其实所有很多议员啊 普通民众都在要求她辞职 说她要有点良心 为你感觉羞耻 但是这位强硬的州长应该看来 还会抗争到底 我坚持不辞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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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坚持不辞职